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这里都是我们原住民的生活领域 可是因为国民政府来了之后被抢去 其实在荷兰人 日本人 汉人 国民政府来 其实一次又一次被剥削 但是其实现在都过去了 然后他们的以前店铺的下一代跟我们 还有我妈妈他们曾经经历过的 他们其实都觉得这个都只是过去 那我们记取这些经验就好了 那生活大家还是要生活 仇恨它并不能够解决任何的问题 其实对我来讲 私比寿更有福 而且我是部落来的孩子 当我开始有一些能量甚至可以给的时候 也是我该要回到部落的时候 因为部落给我很多的养分 那如果不是部落的这些养分 我无法拥有今天的成绩 那所以对我来讲 是时候了 那现在在做的地方创生 无非是希望透过我自己在艺术上面的能见度 能够 第一个可以启发部落的孩子们 第二个可以跟旅人介绍 甚至吸引旅人可以过来部落 增加地方的创生跟产业 米八六之中 之路米八六它主要的这个团队 他们的宗旨就是产业 文化跟教育 米八六这个团队他们不是只会种田而已 他们会做一些像一些文化传承的这个事物 还有就是在社区 在部落里边做的一些 跟不同族群一起互动的那种模式 其实米八六它在阿美族里 米八六的意思就是互助合作的意思 后面那幅坏的创作里面 其实当初我在创作的时候 有询问米八六团队 他们希望表达什么分析 他们就是说是希望表达米八六的 这个互助合作的这个精神 所以呢 我就开始了观察四周 那所以就把米八六这个 互助合作的精神表现在这画部上面 后面可以看到有十二支双手 代表十二个月 那中间有一棵生命树 它开花结构 那生命树上面有一棵太阳 上面写了米八六 那整个大家互助合作的这个 你这个精神 心肌上你的精神 把它流进去 我之前在公所农业课服务 道远脚印是在民国101年的时候 我们公所镇长 然后我们农业科团队 跟祈导演 有一个一面支援 祈导演拍空中摄影 那我们的刘镇长推行 绿黎米 产地认证 那就想说 这两个东西能不能做个结合 那其实在昨天看他们在 在粉刷油漆啊 还有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他们很认真的 在帮我们做这些事情 我还蛮开心的 如果说完全靠我们团队 可能我还得要再等一年 才有办法完成这些事情 这样 这么大的作品 这么大的面积 如果没有其他的人 互助合作或是来谁做的话 我一个人无法全部完成 我觉得那个画面 非常的和谐 也非常的温暖 那就像米八六的精神一样 对我来讲 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的一个土地 那过去呢 有一些历史的伤痕 我们无法参与 但是唯有爱与和平 台湾才会有未来 现在打开电视 我们都看到一些负面的消息 甚至有一些意识形态的斗争 我觉得人民需要的 不就是只是安居乐业 那就是风雨主食 所以我希望大家 可以像这幅画一样 可以多年的尊重 并且懂得欣赏差异 那爱与和平 台湾才会有未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